前面的路虽然看得不清楚 但我心中有一条美丽又灿烂的路 八月上旬在台中起民学校 举办了一场很特别的音乐夏令营 就是暑假的时候学生其实他们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 那第一个方面说当然办夏令营让他们提升技能 这是必定的必要的嘛 那其实最主要的是说让学生他们能够出来交流 那不是只是我们学校里面自己办的一个夏令营 我们开放到全国的夏令营 让他们知道说撒在全国各地的四丈朋友们 他们在做什么做一个交流 这是我们觉得最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那其实我们的同学除了四丈之外啊 还有一些是多丈 包含四丈加自闭症啊或四丈加听障啊 我举例一下一个四听双障的同学 他其实就是一个海伦凯乐的另外一个翻版 可是我们老师可以用手指语去帮他翻译出来 不转达给他 在四丈者的时候 要留意的一件事情不只是四丈者本身的状况 而是在于说他环境周边的一些大致上的状况 我们要去注意 因为他可能也在记忆这些线索 这个方法可以告诉他们说 我们现在要下楼梯啊 我们现在要转弯啊之类的 他们其实是很能够判断 来自你身体的一些讯息 夏令营的现场充满着欢乐笑语 当然学员们等待已久的无线融合乐团 终于盼来了 学校大概有九年的时间了 然后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三毕 也在这边学到了很多 有按摩呀有音乐呀 然后也交到了非常多的朋友 让我非常的开心 我是吴成员 然后目前就读国立清华大学 然后现在十九岁大二 然后今年是参加这个夏令营 是大概第三次参加这个夏令营 我觉得每天参加都有很多的收获 因为有很多很厉害的老师 然后还有很棒的同学 然后会给我很多的冲击和打击 所以我很期待每天都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让我成长很多 与人分享就是梦想的开始 相信吴成云 他每一份的经历 都是充实的人生之路 因为视觉上的障碍 所以他们其他的感官知觉能力 有的孩子就很敏锐 不管是听力 然后甚至是嗅觉 那有的还有障碍觉 物体觉 像我们的孩子会跟我分享说 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味道 他闻得出就是谁跟谁这样子 那甚至他们会跟我讲 每个人走路也有不同的声音 脚步声音也不同 有的孩子会细致到这样子 感官知觉能力一个被关掉了 那其他的他们就必须要敏锐一点 才能去观察环境周遭的 这是他每年最期待的夏令营 然后他会害怕说他没有报到名 然后他在这里学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因为他可以从音乐中找到快乐 还有老师会教他很多那么缺少的那种 对音乐的执着还有音乐的喜好 凭着对音乐的一股热情 与强烈的求知欲 陈翔对暮想的坚持 令人感动 看到他们快乐的欢唱 就知道视觉已不再是障碍 这群特殊的孩子 仍可透过纤细的知觉 来克服他们没拥有的视觉 午餐时刻大家正于月底用餐时 突然传来一阵如天籁般的歌喉 可见孩子们极为享受夏令营的活动 其实办这个社团也是不容易 那就是我也很高兴能够就是参加这个合唱 因为我本身就是自己很喜欢音乐这样 然后参加合唱我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 视上者对声音的敏感度百倍于常人 所以音乐上的强烈感受无可置疑 老师们更细心地帮助他们 让他们在音乐上的触感听觉更精进 老师没有办法随时随地一直陪在你们的身边 一年可能就是来这几天而已 所以怎么办 其实我希望孩子们可以自己学习 无限融合乐团及其他音乐老师们 在活动期间尽心尽力地帮孩子们克服挫折 不断练习挑战新技巧 用耳朵双手歌喉来感受音乐的温度 我觉得这些小孩子真的非常有天分 他们也许看不见 他们在听力上面比我们明年人还要棒 我们看到他们看不见 说实在真的很辛苦 可是他们还能 有些小孩子还能学成这样 还能够这么乐观 这么开朗地走出来 视上生啊 所有的不管是毕业的 或者是还在学校里面的学生 那他们都是 因为是眼睛看不到 所以需要来学习 那他们学习的时候都会很认真 只要他们要学 那他们在学的时候都会很认真 其实不是说他们不会 是有时候没有诱导 没有把他诱导好 如果说把他诱导过来 其实他们都OK 然后对音乐的话 他们也都是很喜欢 所以对所有的声音 不是只有音乐 对所有的声音 他们都会很喜欢 只要说这些声音 能够把他诱导成为一个正的 正向的 就比如说老师刚刚早上讲的 我们所有听到的 都可以拿来当作 我们想要用的素材 那这样子这些声音 他们都可以真的是 很好的一个学习 或者是将来 可以拿来当作运用的东西 误以为视障者是在茫然不清楚的灰色世界里 相信在他们脑海中正细腻描绘着实质存在的彩色闪烁光芒吧 活动期间非常尽心尽力地照顾学员们的走动 充当了学员们的眼睛 这些志工们就是灵校后种高中的同学们 在朝系相处之下的他们会有更深刻的经历吧 就他们其实会有绝对阴感 那可能是甜神 也可能是因为后天他们眼睛看不见 所以会比较灵敏 那就很羡慕他 我那时候跟他讲说 你有绝对阴感很羡慕这些什么 他说其实也没有 你看你看如果你羡慕我们有绝对阴感 我们也羡慕你们有眼睛啊 你看如果假设我们出去工作啊 别人可能会用我们啊这些什么 就是打杂这些声音 就是他们会用我们什么 他主动跟我讲这些 那时候我才发现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他们每个人都很单纯 很开心这样很好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他们都把悲伤抬在才行 那时候就是有点小想哭 就觉得哦 其实大家都是把快乐给大家这样 来观赏的贵宾们 不管以往欣赏过多少场的音乐会 面对于今天不干乐谱而演奏的表演者们 心中是如何看待呢 一该场的震撼 小喇叭像子弹 深深深击中大家的内心深处 1%是演奏者的不普通 而99%是因为 他吹奏中传来的是 深深感情的回荡 他们是在黑暗对唱吗 不是的因为无限谱在脑海中 小王子书中曾提到 真正重要的东西 只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你听台上小王子们的歌声 是否已荡入你心中 我是你的小阿贝 听在我耳边 听为在我耳边 从此我不再撒眼 你从我的小五天 我会以为你改变 只要你愿意可以 我决不回事业 我当为你的爱 就像我的小蝴蝶 无怨无悔 为你奉献我仅有的一切 遇见这场动人的故事 让我心底不禁激动着 原来孩子们那条美丽 又灿烂的路上 正需要我们的陪伴 你们看这个人啊 我使你很想念 有理想到 会是挺好 因为广州人的城市 在我身边 广州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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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